到處去 阿點 你怎麼了 還有姐姐 我前幾天跟朋友去畫畫 就是他們看完我畫的圖之後 他们都露出一种 很奇怪的眼神 然后摇摇头就走掉了 他们都这样 我看看 姐姐 看你的表情就知道 我是不是画得真的很奇怪 不是啦 阿点 其实你画得不错 可是呢 从写实的角度看来的话 你不能把你所有看到的东西 全部塞在一张纸上 你要用技巧 还有远近的方法 把你所想的呢 画在纸上 阿姐姐 我听不太懂你的意思 画画 不就是把你看到的东西 画出来就好了吗 不是 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 我们去欣赏自然的风景 那云呢 是不是就离我们比较远一点 所以我们在画纸上呢 就要把它画得小一点 那树呢 当然就是比较靠近了 所以我们在画纸上呢 就要把它画得大一点 这样懂了吗 等一下 等一下 阿姐姐 你说什么 远一点 近一点 大一点 小一点 又小一点又大一点 我越听越糊涂耶 那不然这样好了 我带你去认识一位大师 他可是非常擅长写实描绘的喔 我想你跟他应该可以学到很多 好啊 好啊 谁啊 到底是谁 就是他 是谁 谁打我头啊 我都已经这么穷了 还打我 大师 小心 小朋友 你不要看他很穷很倒霉的样子 他可是巴比松画派七星之一 鼎鼎大名的米六大师喔 大师 你还好吧 你是谁啊 我很穷喔 你要借钱啊 不要找我 大师 你别紧张啦 我是特地来拜访你的 刚才不好意思啊 瞧了你的头 原来刚刚是你打的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啊 我真的很穷啊 我连房租都搅不起了 你要借钱 不要找我 我不是来找你借钱的大师 我是来把你介绍给小朋友的 我说大师啊 你怎么会沦落成这样 你以为我愿意啊 要不是为了养家活口 我干嘛在这边帮人家画肖像画 就是因为快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只好用一些比较华丽的手法 在这边帮人家画人体画 一切都是迫于无奈 没办法 我只好在这边啊 画一些裸体美女来赚点生活费 现在就连邻居都取笑我 说我只是个会画裸体美女 画不出其他好东西的穷酸画家 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画这种画吗 这个时候的米勒大师 因为经济上沉重的压力 所以呢 快要有重度忧郁了 我来想个办法帮她 米勒啊 我亲爱的孙子 阿嬷 你是阿嬷吗 是啊 米勒 你忘记我说的话了吗 你要画一幅好画 谁要做一个好人 你要为了永恒而画画 你都忘了我说的吗 没有 阿嬷我没有忘记 阿嬷你不要走 你千万别忘了我说的话 阿嬷 好 我决定了 不再画裸体画 改过自新 不再谈吐那些钱财 用心创作一些具有存在意义的东西 从此之后呢 米勒大师就不再画裸体画 而且搬到巴比松去居住 巴比松画派呢 是法国的浪漫主义 转为写实主义的重要关键点 在这之前呢 法国的艺术界对于写实的风景画 非常不屑 认为完全没有价值 一直到巴比松画派出现 把美丽的乡村生活表达得淋淋尽致 因此呢 巴比松画派就为写实主义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也成为呢 日后印象派的道路 我是一个农夫 就是一个农夫 没错 这个时候的米勒大师呢 非常喜欢以农民为主题 来表达他对下层阶级的关怀 大部分的人都认为 我的作品 都是在描写一些贫穷阶级的悲哀 但是其实我也有一些悠闲的作品 像你看看 这幅画 就是我跟我老婆去法国 奥佛涅旅游的时候产生的灵感 当地的农村景色跟巴比松完全不同 让我产生了不少创作上面的灵感 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 有了这幅速写的作品 这么有意境的一幅作品啊 你要我卖给你 我还不愿意呢 嗯 奥佛涅的原始风景 还有善良的人民 深深打动了米勒大师的心 而且米勒大师呢 擅长以羊角的镜头 来描绘小人物 透过羊角的镜头呢 每一位小人物都充满了丰富的生命力 米勒大师真的很厉害哦 你看 透过他的画作 那些农民呢 个个看起来就像大英雄一样 奥佛涅的乡下人 和巴比松的农民 味道完全不同 每个人脸上都挂着 和善的脸孔 哎 谁啊 谁把灯关掉了 是谁 米勒大师 没有人把灯关掉啊 哎 大家都知道 我习惯在阴影底下作画 也只有在阴暗当中 我的眼力才会敏锐 头脑才会清楚 啊 小朋友 其实这个时候的米勒大师 眼睛几乎瞎掉了 但是他还是不放弃 坚持创作 从以前到现在呢 伟大的艺术家有很多个 可是能够像米勒大师这样 不怕穷 不怕被耻笑 还一直努力往前的 却很少 米勒大师成功的关键 就是坚持 不放弃 嗨 我是猫发小熊 我最喜欢小朋友咯 偷偷告诉你们咯 我有好多好朋友 别看他们平常都不动 其实到了晚上 他们都会醒来跟我一起玩呢 而且他们也跟我一样 都好喜欢跟大家做好朋友哦 诶 是你啊 牧羊女与羊群 今天你想让小朋友认识你吗 没问题的 小朋友 其实这幅牧羊女与羊群 是米勒大师的原创水彩作品 年轻的牧羊女 站在土坡上 头戴草帽 腰上系着厚重的围巾 她一边看顾羊群 一边用纺砂锤抽着羊毛线 前面有浓密的草丛 背景是朵朵的白鱼 牧羊女凝视着远方 表情模糊不清 拉低视角 提高地平线的构图方式 使得画面空间更为宽广 开阔 重要的是 这幅画可是米勒大师的水彩作品 包含以后的大型油画作品 仿杀女 奥弗涅的牧羊女 也是米勒回到巴比松后 根据这些水彩速写 在画室成组后完成的哦 阿雅琪姐 她们在干嘛 咒教相啊 那为什么一个站在那边咒 一个站在那边咒 我知道了 她们两个一定是吵架了 所以才分那么开 小朋友 你们不要吵架了 大家都是好朋友 大家要相亲相爱啊 对不对 阿典 她们不是吵架了 她们是在练习构图当中 非常重要的地平线的概念 地平线呢 在照相跟画画之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地平线 和照相和画图有什么关系啊 有很大的关系 你不懂是不是 不懂 这样好了 我找一位美丽的老师 来给你解答 好 走 各位小朋友你们好 耶 你们好 你好 美丽的圈圈老师 来 新同学吗 没错 我们来了 老师好 我今天特地呢 带着阿典来看你 阿典你好 老师好 刚刚阿雅姐姐啊 她跟我讲了很多画画的东西 她跟我说什么地平线 画画很重要是地平线 但是地平线明明就是地啊 那是跟画画有什么关系 我都听不懂 怎么会叫做地平线 其实地平线呢 让我们知道地平线 有一条线 从上面区分了有天空 地下还有土地 那我们就从照片直接来看 会比较清楚 好不好 好 这个比较特殊 你帮我说说 她的地平线就是刚 阿雅姐姐讲的 是弯的 她地平线是这一条 对不对 阿典的回答 忍不住让我用这个抱枕 来打她 那个怎么会是地平线啊 刚才圈圈老师讲得非常的清楚啊 在地平线的上头呢就是天空 地平线的下头呢就是地 所以在这张图里头呢 这边上就是天空 这边下就是弯弯的地 还有草地啊 所以这条就是地平线 对不对 琴琴老师 是的 非常好 这一张 这一张我 这一张好像是斜的 对不对 对 它的地平线应该是这一条 好 那我们把它地平线画出来 阿典进步了喔 那这一张的地平线在哪里呢 来 请你试试看 加油 阿典 我可以直接画吗 可以 你试试看 这次画了就没得救了 好 这一条 很好耶 答对了 阿典那手躲得很厉害喔 因为我很紧张 因为这个画下去不对就不对了 好 我把这个画框放上去了 阿典同学 请你帮我种一棵树上去 好 种一棵树 好 种在地平线上 好 大一棵树喔 这样 让人感觉非常巨大的感觉 对不对 其实这个地平线在这边 但是可不可以在这个前面啊 可以 可以啊 站满了整棵树 而且感觉很靠近我们 我们好像就站 站在这棵树旁边的样子 对不对 那种了一棵小小的树 在它旁边的话 棵树其实原来跟它一样大的喔 但是我们放在很远的地方 有没有觉得这棵树在很远的地方 对 距离感觉有出来 我知道了 如果我把小树摆在跟地平线 比较靠近的地方呢 它看起来就很远很远 那把大树摆在地平线 比较远的地方的话 这个树看起来就离我们很近很近 是啊 所以这棵树可能原来也是这么大一棵 但是它种得好远 我们离它很远 所以这个树好像变小了 所以在地平线上面 你可以用一棵树 大的树 小的树 立刻能感觉到它的空间 所以如果在画上要呈现远的东西的话 那那个东西就要相对变小了 是啊 所以我们就会说 近的比较大 远的比较小 近的树比较大 远的树变小了 就能感觉到它这个空间 那你这个地平线很低 就能感觉这个天空很辽阔 不过圈圈老师 完蛋了 我这张图它没有地平线 怎么办 阿爹 你不用担心 老师发现你这张地平线 就在图画纸的最下面 所以呢 地平线以上 我们看到了有大颗的苹果树 还有一个人好像被苹果砸到了 还有一个房子 对不对 但是我们已经上过了地平线这堂课 所以呢 老师这里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道具 现在这幅画里面 有没有看到地平线吗 没有 就是天空吗 是 老师可以继续往上拉 那地平线在哪边呢 跑出来了 在这边 地平线低低的 所以看到了很多的蓝色的天空 天空上面都是云 好单调喔 我可以画一些小鸟 飞过去或者是飞机 或者小朋友放的风筝好 好长好长一个 那地平线继续往上的话呢 陆地开始越来越多了 对 到了有草 还有一些小小的树 地平线继续往上的画 天空变得一点点 地面变得很大 那我们在这个地面 小朋友画画 以后地平线呢 就不一定要在最底下 可以任由小朋友来变画了 是不是这样呢 是啊 所以小朋友 画画的时候 地平线可高可低 只是看妳要用什么方式去量它它 咦 艾雅姐姐 这不是米勒大师的十岁吗 阿蝶 你终于开始了解米勒大师了耶 没错 可是艾雅姐姐 我们刚刚啊 讨论了那么多地平线的观念啊 这跟米勒大师的十岁 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咯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幅画里面 后面就有一条神秘的线 这个就是这一幅画的地平线 看到了吗 那是哪一 哪边啊 请看 就在这里有线 阿蝶 是我的手 你看到了吗 阿蝶 你又忘记老师刚才教的 地平线以上是什么 天空 地平线以下是什么 地表面 所以地平线在哪里 这边 对不对 程寡老师好太厉害了 可是我还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哦 到底这个地平线 是属于高地平线 还是属于低地平线呢 这幅十岁呢是高地平线 这才是这个地方 好高 太远派了 那我们仔细来看这一幅画 它是有秘密的 好 这个是高地平线 在这边有非常非常小的人 他们看起来就非常的渺小 可是呢 你看 这个人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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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巨大 跟他就形成了很大的对比 那这幅画里面呢 我们要来玩小小的一个游戏 好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动手拆 拆什么呢 要把这幅画的人给拆掉了 我们开始来动手拆吧阿姨 可以吧 好 你们看一下 他们呢 几乎是从米勒的画里面 跑出来的人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其实跟画里面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我们来看这个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人 比较一下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脸比较清楚 对啊 一个比较高 一个比较矮 好 我们看一下 在米勒的画里面呢 你可以发现 它在画它的肢体的动作 不是把脸画得很写实 陈宝老师 我还是听不太懂 因为写实 不就是要画得一模一样吗 这样才有写实 你这个问题问得真的很好 写实主义呢 写实这两个字 很容易让人家搞得清楚 那你要画得很像 真的用照相机就可以了啦 它就很像 一个艺术家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呢 他可以把这个精神呢 画出来 而不是把每一个东西 巨细迷移的都画出来 举个例来说 米勒他生活在农村 他就会描写 当时人的一个生活状态 比如说牧羊女 他就是正在自毛衣啦 或者是正在剥舞的人 好 身边这一幅画呢 是米勒的使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个人 是挖着腰 正在剪剩下来的稻税 可是 注意看 他的脸 并没有很清楚 是把他的精神 都给充递出来 这样你明白了吗 所以原来写实主义 并不是要画得很像 只要能够把 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这就是写实主义 对 好聪明喔 那我要懂了 那我懂了 刚才阿典看到小朋友模拟十岁 现在自己也想要体验一下喔 可见阿典 对米勒大师的精神 也相当喜爱喔 雅真姐姐 喜欢归喜欢 但是现在台湾的环境 这种农田的景象 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我要怎么学 米勒大师一样 真实地描述生活的情况呢 阿典 其实现在已经是 工业革命后的社会了 什么东西 都有机械的帮忙啊 但是农民还是很辛苦的 你看看 你刚刚在大汉阳底下十岁 不是就已经满头大汉了吗 对喔 我刚刚光是模仿十岁的动作 就已经累得满头大汉了 阿典啊 你想看看喔 米勒那时候 可是什么机械设备都没有的喔 加上当时啊 大家注意的 都是皇宫贵族的奢华生活 很少人注意农民的主题 所以这也凸显了米勒 跟其他画家的不同喔 对喔 雅真姐姐 那个时候的人啊 大部分都把注意力 放在宫廷贵族身上 很少人会像米勒大师 把注意力放在卑微的农民身上 那这样子米勒大师会不会很辛苦啊 姐姐 这问题会得很好喔 其实当时的画家 都以参加沙龙展的目标 只要获得评审的青睐 就可以一举成名喔 所以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画家 都以圣经故事 或者是王宫贵族为主题 像米勒这种以农民为主题的 但当时可是很少见喔 雅姐姐 那为什么米勒大师他不去画这些画 他跑去画农民画 说到这个啊 他其实是个革命家喔 革命家 我知道了 因为米勒的爸爸呢 就是一位农民 所以他从小呢 就在田野街跑来跑去的 对农民的生活呢 也非常的了解 那个时候的画家啊 大部分都是画 供经非常华丽的生活 还有现今的故事 像米勒大师的一个写实派画家 能够如此真实地呈现农民的生活 其实是真的很少的 他当然是一个革命家喔 哎呀 姐姐 我听你这样解释完之后 我看米勒大师的话呢 更有感觉了 嗯 但是奇怪啊 雅真姐姐 为什么他每个人的脸看起来 都很可怜啊 阿典啊 你看啊 米勒画的人物啊 虽然脸上模模糊糊的 但是米勒却能用这样的景象 来表示农民的辛苦喔 你看后面的丰收的景象啊 对照前面这三位十岁的妇女的辛劳 她们是不是显得很辛苦呢 阿典啊 还有这张丸岛 其实啊 米勒在田园工作的时候 只要听到在黄昏的时候 听到教堂传来的钟声 她的祖母啊 就会叫她停下手边的工作 来纪念死者为他们做祈祷 所以这张丸岛啊 就是为了追思而创作的喔 这就是写实精神的所在 哦 我知道了 所以说写实精神 不一定要画的真 画的像 只要把生活的精神真实地呈现出来 就好了 对不对 没错 阿典 你真是越来越聪明喔 你看 米勒大师的话呢 大部分啊 地平线都很低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教过的地平线构图 因为地平线低的关系呢 所以就凸显了人物 在米勒大师的话中呢 所有的农民们都变成像英雄一样 我觉得米勒大师真的真的 很爱这些农民 所以呢 画画的时候 只要心里面充满了爱 又可以把生活中的精神表现出来 你就是最伟大的画家了 哇 米勒大师真的是 好伟大的艺术家喔 艺术真的是好神奇的东西喔 看来我要好好研究 米勒大师的画风 这样我以后就不会被同学笑 说我的话很怪了 嗯 耶 加油 今天阿典跟阿雅姐姐和老师 学到画画中的地平线的重要性 也了解到伟大的作品 所印含的重要意义 还认识了为自己理想坚持的 米勒大师 其实只要用心坚持 努力学会方法 我啊也可以画出好看的作品喔